跟肺阻塞有关的相关讯息呢 在2023年的GOD guideline里面有提到了许多 那我们还是要关注于这个其中的MMRC 最主要是跟COPD肺阻塞加重恶化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状况的时候呢 这个MMRC也就是呼吸困难的评量分数呢 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如果是肺阻塞一旦确定的时候 肺功能会随着罹患的时间越长 而且急性发作的次数越多而导致恶化 一些呼吸道症状呢 可能会受到心血管、感染、发炎 或者是其他的许多疾病呢 导致恶化的表现 所以肺功能一旦慢慢慢慢下降 又产生症状的分数呢 越来越差的时候 许多要控制的因素呢 都必须要考虑 特别是肺阻塞在育后控制不良的因素里面呢 如果患者呢 一旦因为急性的发作 而住到加护病房 在院的死亡率 往往会高达十几个百分比 到二十几个百分比 一些跟血压偏低 肾功能恶化 年龄太高 或者说是呼吸器的使用 血氧饱和度偏低的状况 使用到这些条件的时候呢 都会导致被阻塞的病人呢 预后的不大好 即使在门诊的时候 使用呼吸的这个药物 吸入型的药物呢 操作的方式是不是正确 也会影响到整体的预后 我们会发现呢 跟吸入剂正确使用的相关因素有关的 还是一样是呼吸困难的 这个评量指标 MMRC的分数 以及呢 教导了患者使用吸入剂以后 三个月之内 当时呢 这个病人是不是能够很熟悉 正确的使用药物 而会影响到药物的效率 即使是使用这个绝菌素的呼吸呢 或者是横格的呼吸方法 虽然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 但是呢 这些动作都不需要特别的教导和强调 才可以透过这些非药物的治疗呢 改善病人的MMRC的分数 因此呢 我们的take home message呢 很简单 就是要强调COPD的病人 他的呼吸困难的自我感受的分数 MMRC 另外呢 好好的去掌握 呼吸的这个调节 和吸入剂的正确使用